今天講的是古老傳說 那傳說中就是玉都能夠擋煞避邪 因為玉就是說 可能幾千年 幾萬年 他才形成一個翡翠 變成一塊玉 所以古時候對這個玉 就是一個可以避邪 擋煞的一個寶物 那我們家其實從我阿台 就有一支桌子 如果現在來講請估價 可能就很高的價格 因為它很透明 然後裡面飄綠 可是我記得印象在我 待一天才有學校秦士林來 對 然後就是有一天 我大概是不知道國升還高一 我媽就是把那一個傳家的桌子弄碎了 因為那是從阿台傳到阿祖 傳到阿嬤 我媽媽是大媳婦 然後他就差一點跌倒就碎掉 那碎掉之後 我媽一直想要有一支桌子 可是那個玉桌子都超級貴的 然後他就一直捨不得買 那我買給他 他也捨不得帶 我就有一次我就買了一支桌子很綠 他覺得很漂亮 我說媽 你就帶在身上 可以保平安 也比較好看 然後他就帶了 結果帶了呢 不到一個禮拜 他就摔壞了 他就打電話給我 廖美人糟糕了 你腳手瘋了 怎麼這麼貴 我說破壞了 你會給我媽 我說破壞了 我為什麼要你媽 你人有怎麼做嗎 他說沒有 我就去桌子 然後拌到菜 就拌一桌 我說媽 我因為他已經八十歲 我說媽 你就不要去後面 我跟你說要菜就買就好 你為什麼要去 他說好 後面不要去 好 那他就那個桌子碎掉之後 他就覺得很可惜 就常常在念 那麼綠 我都給他洗一下牌 然後後來呢 就是在今年的觀音菩薩聖誕之前 我都會辦一個壽宴 那在那壽宴之前 我就想我媽一直喜歡 有一個桌子 我就才去買了一個桌子 第二天還第三天 我在觀音店 他又打電話給我 他說我剛才摸一桌 然後我這次的桌子都嘴咕咕 我說你摸一桌 你怎麼摸一桌 那我說你人有沒有怎樣 他說現在感覺這個臀部 在痛痛這樣 我說我是不是要帶你去做電工 他說運動不必 我屁股痛痛 我說腰有怎樣 骨頭有怎樣 人會痛苦嗎 他說你不能告訴我 你不知道要相信嗎 他說我只有屁股這邊 他自己走去做 怕說有一點黑色 可是骨頭腰什麼都沒事 他說你要相信嗎 我要摸摸的時候 我很害怕 但是我覺得有人把我扶到 你要相信嗎 我說我要相信 不然我媽有一點 有一點體體重你知道嗎 而且八十歲你跌坐 整個倒下坐你知道嗎 都很嚴重 結果我媽還好都沒事 真的他就說就打電話給我妹 又跟我弟講 那個玉卓所以才有人扶他嗎 他就這樣跟我講 然後同時第二個人跟 沒有 有沒有過 這個有過 我趕快來去買一個 這個除了 收解 我媽這樣跟我講 那我第二個聽到的就是 秦士林老闆 有一次就是我在上 這一個節目的時候 然後秦老闆 我們就在講到 這一個遇會辟邪 他說他親眼看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他們他都騎重機 然後他有一票朋友 就是車隊就騎重機 他就說有一次他的朋友 就重機騎著騎著 前面也沒有車也沒有什麼 就好好的騎著 突然那一部車在空中翻了三圈 他的朋友人就拋到旁邊去了 你知道嗎 然後大家車隊就停下來 就問那個朋友說 你有沒有事 因為那個重機 整個都壞掉了 然後秦老闆 他們都圍過去去問那個朋友 你有沒有事 他說你們剛剛誰扶著我 他是被拋飛 你說你們剛剛有誰扶我 他說沒有 你拋飛了 我們大家都嚇得不死 嚇了一跳 沒有人扶你 所以他就是他身上有帶玉佩 所以他就覺得說幫他擋災 沒辦法踩很多人去玉佩 真的 然後他這樣講 結果他那一個朋友就覺得說 明明當中有神 因為我們玉佩 有時候就是有神像 然後他就去捐了一部救護車 馬上去捐救護車這樣子 對 這個有時候帶一些東西 有些人相信他其實是可以互勝 我記得我小時候 所以很多同學這裡都掛一個廟裡救來的 香火帶 紅色的路 那有效果嗎 這個基本上來講 其實以前這個紅色代表是吉祥跟可以擋災 那其他還可以安撫我們 可能遇到一些你不知狀況的 像有些小孩子他很容易遇到一些土煞 蓋水膏 蓋學校 蓋房子 或是說莫名的那個 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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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煞 可是你不知道煞從哪邊來 那有些孩子他就是靈性比較清 比較清靈 就很沒有辦法受到任何的這種外來的煞的時候 那有些的阿嬤 爸爸媽媽就想說 這個小孩很難餓的 很容易犯到 這些靈性的煞的時候 他就會去那個宮廟求個平安福 反正就是過個香爐 然後求個神說 這要讓什麼人住 那回去就會點點就把他掛著 掛在這邊 所以我們常看他小小孩子 鑽腳的小孩這邊就會掛著紅色的這個 對 有個久不知掛了一顆而已 對 有時候就會不同的狀況 那可能家裡面的親人也比較關心 比較受疼 那有一些可能阿嬤去求了 那誰又去求了 阿嬤又去求了 都是給這個孩子的祝福 對 陳老師你怎麼都沒有掛護身符 這個我是有一段淵源的 還是你放在一個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好 那我先講一下 就是我自己有關那個護身符的故事 就是說其實我一向 就是也不是不幸 那我只是覺得說 如果我本身行得正做得穩 有天地有正氣 那我應該 伐骨金軟軟 應該就能夠不用擔心什麼外邪入侵之類的 那 那就 那有一次就是我去山莉 去錄 錄節目 錄完回來的時候我搭公車 那搭公車一上去全部都坐滿了 就看到有一個出家人的旁邊是沒有人的 那我這個時候我如果不去坐那就很尷尬 我就想說好 沒關係 有位置我就去坐嘛 坐上去之後呢 隔壁那個出家人就看著我欲言又止 我就說怎麼樣啊 有什麼事嗎 他說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玄的事情 我說我相信啊 他說我看得到你的眉心有黑氣 我說 那我就好奇了 我說 這樣子 那這個黑氣代表什麼意思 他說據我所知 這個黑氣代表車官 那我說 他就說 他就隨手從口袋拿出一個附身 符出來 然後跟我講說 這個符不是隨便亂求的 是我特地去求來 他有靈力 你放在你放在身上 然後可以保你平安 那因為我跟他宿妹平生 宿妹平生 完全沒有見過 他突然這樣講 那就是人家的一番好意了 不然他可以不用理你 他可以完全不理我 他也可以不要提醒我 可是你知道很有趣的 就是人的緣分就是這樣 沒有 完全沒有 他就是 而且我甚至沒有跟他留什麼電話 沒有什麼留下聯絡方式 你沒有跟他加個Line 沒有想這麼多 所以後來那我就接過了 他的那個附身符 我就說好 謝謝 然後後來他倒站就下車了 然後我就 這個附身符 我就想說人家送我的嘛 我就帶在身上 結果帶在身上 我其實並不以為意 車官我自己注意就好了 但是因為他這樣提醒了 我確實那一陣子就特別小心 開車 好 結果真的遇到車官 怎麼回事呢 那一天我記得我是騎摩托車 那我騎摩托車經過一個十字路口的時候 旁邊有大車 這邊是公車 那我們公車 我看到綠燈 你是不是很直覺的往前進 對 好 結果呢 就這麼剛好 這邊是一個十字路口 然後這邊有車要轉過來 那因為他被大車擋住了 所以我就直接衝出去了 那直接衝出去 應該要被他撞 不快留意 對 他也不會看到我 因為他就覺得 他本來是想說停著 但因為大車停下來 讓他過了 所以他就想說好 那我先轉好了 因為他已經好像轉了一點點了 所以他轉過來 也沒有很快 結果他不知道 他沒有想到說大車停了 我小車看不到 就直接撞上去了 對 那因為我是綠燈 對 那個真的是死角 那個真的完全無可避 我也不知道他會過來 他也不知道會衝出來 結果我們兩臺車 就撞在一起了 那照理來講 應該要衝擊蠻大的 可是因為我就是在那個關頭 不知道為什麼 我突然就想說 還是小心一點 放慢一點點速度好了 結果我就真的放慢了 結果我就被他撞出去了 撞出去的時候 我人只在空中轉個兩千 落地是站著的 沒事 可以參加奧運的 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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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 我自己已經 你看我已經在那個 在那個空中選兩圈了 對 結果應該照理來講 是有衝擊力的 那個也可能會死人 對 一定會死 結果結果我下來毫髮無傷 對 我只有 結果好像他有撞到我的玻璃 我的玻璃有稍微 沒關係 對 對 就是一點小化傷這樣 其實他通通沒事 我就覺得我沒有遇過受傷這麼輕 但是這麼嚴重的車禍 所以那個護身符 是不是就是保佑我過了這個車關 我就不知道 但後來這個 這個 所以我後來致此之後 我非常的小心保管 那因為我覺得他真的有神力 因為我後來有請別人 會看得到能量的 他有看了好多個護身符 他一看到就說 這個是有靈力的 他是 他真的不是隨便亂求的 那你怎麼要謝謝那個女泥 有 有 這邊要特別謝謝他 他不一定有看新聞蛙蛙 沒關係 他有機會 有機緣會看到 其實那個人是我拖他去那個 隨便你去跟人家講說 你印堂花黑 這個時代比較難了啦 你一定會被人家 被人家打 對啊 一定會被他拖 結果的人他可能不一定相信 或者是他搞不好 也許他做業務的 對不對 他真的要去簽一個 很重要的單子 你如果真的看到一個人 印堂花黑 你敢跟他講 我 如果真的很正式來講的話 其實我學的門派裡面是不能講的 對 因為 洩漏天籍 有一點算就是說 你跟他不一定有這個緣分 可能我會去點你 去跟你 如果你真的有意識到 就是說你有被點到 你有主動開口跟我問 我才能夠那個 應該兩位秘密老師 你說人家女泥 對他就有跟他講 他可能會有緣分 對他可能 而且出家人嘛 像我們是做道士的 我們可能那種概念性不一樣 像出家人他普濟眾生 他本來就有發這種大宴 從佛菩薩開始就這樣 你印堂花黑 你要生 你要出賣 但是一般就是說我們像關靜老師 或是我們 或是剛剛道長講的 就是說我們都會有默契 其實我們不會去輕易的不認識 就碰到人就是說你後面對一針 然後你怎麼怎麼 讓你很恐慌 對 不可能的 除非就是你來請教我 我會點你 但是有時候他 他會收益中 我都不會去講 因為該走就會走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